情人節許多餐廳推出了情人套餐 不少店家也都紛紛寄出情人餐 像是美食餐廳也推出了低價位的套餐內容 像是這家餐廳有了推出 紅酒牛肉以及蘋果雞 都是道地的美食口味 HAPPY VALENTINE'S DAY FROM US HERE AT THE HOKEY DINER 因為今天是情人節 所以我們推出了情人節套餐 套餐裡面有紅酒牛肉還有蘋果雞 那針對女生我們設計的這道蘋果雞 是有新鮮蘋果跟起司下去特調的醬汁 搭配鮮嫩的雞肉 所以我想女性的朋友應該會非常喜歡 那紅酒牛肉是用紅酒跟牛肉 還有各式的蔬菜下去煎燉兩個小時以上 那紅酒牛肉是用牛肉還有新鮮蔬菜 還有紅酒整瓶紅酒下去煎燉兩個小時以上 那它是一道非常特別高級的菜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來品嘗 老闆娘為了服務客人 也推出了超低價位的餐點 只要你兩個人來就可以享用到在台東 也能吃得到的美式口味 而且分量相當的多 我們在美國居住了八年 然後一個機緣下我先生想要回來台灣定居 讓小孩學中文 然後我們想說好啊那就搬回來 那我們現在台北試了六個月 後來發現台北的氣候啊 環境都很不能適應 那我本身是台東人 我想說那不然回來台東試看看 可是在台東很難找到異國料理 那先生的飲食不太習慣 那這樣的機會 我們想說不然我們來開一家好了 老闆娘這次推出了餐點 特別為了幫一般的上班族 或者是學生來準備 對 所以想了結果還是決定 我還是要走獨特的美式料理 以上新聞記者楊國柱 發明的報導